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341回 有了那两个小孩子作为榜样 更有了独臂刀法为样板 生机在负的叶孤寒 充满了对自身独孤剑法的憧憬 英伯空呢 也没有睡 正在君老爷的书房里边和君威一起 也不知道在商议着什么 一切似乎都很平静 一切都充满了祥和 君莫邪安慰的笑了笑 就在这个时候 远远的天边突然破风之声骤气 伴随着一股异常强大的神念 肆无忌惮的向着这边压了过来 那强大的神念更带着磅礴的怒气 以及凛冽的杀气 这股气势啊 当真有吞天汗地 祥蒙绝伦的威势 君莫邪呢 平生所见 竟然只有一个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而且啊 能吻压他一头 那就是天罚的那位 没尊者 其他人 甚至于包括 那顿世先公的惊天动地两剑客 暴雨狂风双至尊 也是要呢 稍逊一筹的呀 这样的力量 闲已经到达了人间巅峰之境 君莫邪 瞳孔急剧的收缩 终于 来了 而且这次呢 还将是大动静 来的这个人 恐怕就是皇家的那位老祖宗呢 因为那蓬勃的怒气和杀气 让君莫邪呢 推测出了他的身份 竟然是如此的肆无忌惮 如此的明目张胆 真当着天底下 没有别的高人了吗 君莫邪心中一阵冷笑啊 本少 已经张开了大网 看来今天晚上 竟然要抓住一条大鱼不成吗 书房中 英伯空三人一阵 猛然抬头 鸭箱小柱 蛇王也告面显的震惊之色 急步的出门走了出来 没血烟呢 眉头一皱 眼中闪出了淡淡的恼怒之色 却仍旧端坐着不动 下一刻呀 一条闪电般的紫色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 君家的最高建筑 塔顶之上 一身异常显眼的紫色的衣袍 搭配着一头白发 身材魁梧 衣袍边界所镶嵌的金边 在月光的照射之下 发出了迷离的璀璨 他就这么覆手而立 也还并未出声 但是身上狂潮一般的 翻涌的气势 已经告知了所有人他的到来 他在等 等君家主动 有人出来说话 但是这位爵士高手啊 也没有想到 他落下来的时候呢 两只脚几乎踩中了 同样是在塔顶的军墨鞋 竟是硬生生的 将隐身之中的君大少爷挤了下去 只会让君大少爷有些郁闷啊 敢问是何方高人 深夜降临我君府 老夫君战天 有谁远迎啊 君老爷子虽然从来人的气势之中 就已经判断出君家眼下 只怕并没有一个人呢 是来人的对手 但是他说话依然是平和安静 毫无任何的惶恐之意 君老爷子一生 虽然与高手对决很少 但是常年的征战 经历过的变故 却是比谁都多 这份大山崩于前 而色不变的站定的功夫 就算是至尊层次的人物之中啊 也少有人能急 呵呵呵呵 请战天 凭你还不配与老夫说话 昨夜是谁狗胆包天 扣留了我们梦幻血海的护卫 痛快点给老夫站出来 莫要老夫费事啊 一声冷笑响起啊 一个人冷力的说道 梦幻血海 呵呵好大的名头啊 莫非就算是 孰切狗头之辈 只要是梦幻血海所属的人 就不能扣留了吗 随着冷笑之声响起 一个手笑朔长的身影 缓缓的呢 从黑影中走了出来 一头长发凌空飞舞 一双眼睛呢 是如雷似电 副手而立 身材挺拔如山岳 正是草原鹰神 鹰伯空 这鹰伯空的性格呀 素来呢 是桀骜不逊 一向就是我行我素 最是看不惯 这等仗势欺人的人啊 见这人呢 一来就是这么大大咧咧 居高临下的口气 鹰至尊 如何能不怒啊 那昨天网人的事呢 直到今天鹰伯空 才隐约听说 本来还感觉 痛失了大好机会 今天晚上见此人来到 正是见烈欣喜啊 虽然说明知道自己未必能敌 但是就要先打一场再说呀 那不说别的 就凭这个人 牛逼哄哄的倒霉的样子 鹰伯空心中就纠结万分了 怎么着呀 三大圣地了不起啊 凭啥出了一个 就是他妈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啊 老子他妈偏偏就不尿你这一壶 你是谁 铁仙报上名了 看看你是不是够资格死在老夫的手上 老夫生平手下 可从不杀无名之辈啊 老子就是鹰伯空 够不够资格呀 鹰伯空一仰头 很是不懈地看着这位老前辈 在他眼中 这老头简直是唱戏的 什么是否够资格死在老夫手上 手下不斩无名之辈 好好地搭个架子也就罢了 居然非要转文 你以为你是轻易花旦呢 呵呵呵 鹰伯空 啊 想来就是那个先进的八大至尊之末吧 我知道你 不过 也就仅仅是知道而已 以你的实力 眼下还达不到入选 我们梦幻血海的资格 就凭你 也敢在老夫面前如此叫嚣 呵 你啊 你还不配和老夫交手 哼 配不配 要动过手才知道吧 隔下明目张难而来 想来也不会隐瞒自己的身份 不知道是梦幻血海的哪一位呀 多是当真有分量的 就报个名字吧 行 要让你小辈知道 且站稳了 千万不要被老夫的名头给吓掉了魂 不吹一声 从虚空中传了出来 却是隐身中的君大少爷呀 实在是忍不住笑意了 这老头的名字还真好玩 烈日千山黄太阳 竟然叫做黄太阳 听到这极端不着调的名字 君墨鞋终于确认了 眼前的这个老头啊 确实就是那位皇家的老祖宗了 不过君墨鞋虽然说觉得好笑 但是呢 是神弦层次 游厉江湖四处找人挑战 下手很辣呀 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他的手中 相传呢 他的旋力似乎是无休无止 无穷无尽 而且还增长得异常的迅速 几乎就在短短的几年之间 从地旋修为一路狂冲 偷获了至尊的智固 一举呀成为了天下有数的绝顶高手 更成为了当年天下选者中一个大大的传奇 神秘而又强大的传奇 传言他当年那曾经以一人之力 独对当年天伐森林的两大寿王 而且呢 是丝毫不落下风 他的旋力的进展 一直是天下江湖中最惹人瑕疵的一个谜 究竟是什么力量 能够让一个地险选者在短短几年之间 一起突破的神选 甚至于至尊境界 这也导致了更多的人呢 找他的原因 当年他的仇家可谓是遍布天下 无数的选者联合起来找他寻仇啊 却反而呢 被他一人之力杀的是人羊马帆 从容而去 直到后来黄太阳无故消失呢 这段血腥的传奇才算是告一段落 原来呀 所谓的传奇隐末 不过就是他被引入到了梦幻血海 而在黄太阳消失之后 却也呢导致了他的仇家们对他所在的皇家 长时间的无情的打压呀 就为了引得出来 当时的皇家中人却是知道他进入到了梦幻血海 但是由于黄太阳始终没有再现 而有机缘进入梦幻血海 却也不等于就有多荣耀 反而呢是失去了联系了 皇家在彻底的失去了这个强有力的最大的靠山之后 也只好无奈的继续的消沉下去 一直到了今天呢 只是沦落为一个小小的普通的玄器家族了 尤其是近些年来呢 若不是由独孤世家这个儿女庆家为靠山 可能啊早就彻底的树倒狐孙散了呀 所谓是无巧的物成书啊 万万想不到 就在金墨鞋和唐园刚刚着手处置皇家的时候 这个老一辈的传奇煞星居然是横空出世 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是黄老前辈 难道说黄老前辈今夜前来就只是为了耍耍威风吗 虽然说知道啊 对面之人就是黄太阳 一目空心中虽然震惊 但是口上却还是那么刁钻刻薄 威风耍过 老夫倒也不介意再多杀几个人 比如说某些浪德失明 靠着运气成为了什么八大至尊的人物 或者只是在至尊之中排名最末 我却恬不知耻自以为是暗老子天下第一的小人物 阴波空勃然大怒啊 黄太阳 给你面子叫你一声前辈 莫要依着你那块福小的招牌还能作为作福 这江湖后浪推前浪 你们已经老了 现在的江湖早已经不是你所熟悉的世界了 你这个过期传奇 还是要担心不要被老子折死了你百年的威风了吧 黄太阳听完以后是哈哈大笑啊 似乎是听到了极为可笑的笑话乐不可知 你这个小子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清冷淡漠的声音不耐烦的说 哪里来的老乌鸦 在这里边鼓噪 深笑这种鬼叫什么 让人轻盟 这个声音啊 似乎并不太响亮 但是自从这声音出现之后啊 却像是一道刺目的闪电 轻易的呢 划开了黄太阳 以无上玄弓营造出来的气场 就像是昏沉沉的暗夜之中 突然有一把剑从天上就斩到了地下 每一个字都如同是雷神在发泄郁闷 在九霄之上低沉的锤打着缓慢的鼓点 却让天下所有的人呢 听到这鼓点的声音 心都感到在震动啊 是哪一位啊 敢问是另两大圣地中的哪一位在这里 请先伸出来莫要因一时的误会 而影响了彼此之间的情谊啊 这黄太阳啊 神情一下子慎重了起来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虽然说呢 这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黄太阳已经充分的体会到了 这个人的强大 甚至于呢 他连这个人话中的侮辱的意味都未理会 就立即出声贺问 而语气大变 因为他迅速地判断出来 车生者的实力相当之高明啊 相比较起自身的安危来说 言辞上的些微的侮辱 那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啊 黄太阳当初百多年的丰厚的江湖经验 如何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君家果然有高手 而且听的声音啊 实力只怕不在自己之下呀 黄太阳大大的震惊了 看来 我始终还是低估了君家呀 此人若是和以真至尊之境的英伯空联手 将能对自己造成相当大的威胁 甚至是足以致命的威胁呀 此时呢 黄太阳来君家报复 或者是勒索碎骨丹的想法呢 已经自动取消了 甚至他已经开始慢慢地显眼相看 查探后路 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 今夜凶险至极呀 一朝不慎 就有可能是命丧当场了 这是一百多年的江湖经验 千锤百炼锻炼出来的直觉 黄太阳对自己的直觉 那一向是深信不疑呀 瑟瑟的声音响起 一个绿衣少女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英伯空身边 冷冷地看着黄太阳 是我 说话的正是梅血烟 但出来的却是蛇王千寻 黄太阳眼睛刷得瞪得老大呀 她以为现身的必然是一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至尊层次的高手 怎么也应该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 但是却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你是哪位啊 这也是蛇王来到君家之后第一次与草原鹰神相见面 这一次却是未曾易容 英伯空乍见是他 而且竟还是站在了自己一边 顿时呢 眼睛瞪得滚圆啊 若非是英伯空的定力也颇不凡 暗几乎的险些惊呼出声 虽然说勉强终于克制住了吧 但是不可致敬的神色却是满脸满眼都是 这位天伐的独王蛇中至尊 怎么会如此突兀的出现在了这里呢 老药 你瞪什么眼 我出现在这里 你很意外是不是 蛇王千寻哼了一声 对他的神情很是不满 可可不是 问题是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英大至尊的脑袋有些短路 这家伙啊 不是跟着他老大回天伐森林了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君家 这一南一北的相距也实在是太过遥远了吧 我可是跟着你们回来的 哦 原来如此 英伯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然后看着蛇王的眼神就异常的暧昧的起来 心想在天南的时候 君墨鞋啊曾经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足足两天 难道说就是在这两天里边竟然跑到了天伐森林 将那位蛇王勾搭了过来吗 真是强人啊 不过片刻的功夫 英至尊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一个言情剧的剧本 而且啊自导自演思思入寇 越想才觉得这里边越有故事 两个小辈 怎敢如此的不将老夫放在眼中 今日老夫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厉害 呼的一声 黄太阳的身影啊 从塔顶飞了而下 白发呼的后仰 两手诡异的在半空中 滑了一个小小的圈子呀 飘飘乎乎的落了下来 就在他的身影 骤然向下落的这一瞬间呢 在场的所有人 竟都有一个奇怪的感觉 一种异常突兀的感觉 众人呢 纷纷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似乎不受自己自身控制一般的往前扑跌 口鼻中呢 更是一阵窒息 不由他进阶是大吃一惊啊 黄太阳这一扑 竟然好像将空中的空气 一直要全数抽空 偌大的庭院呢 竟然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 而且在中间呢 还形成了一个玄气漩涡 吸引着人体往中间扑跌 相信只要是一跌进去 那可就是完全任凭黄太阳摆布了 这一手功夫的造诣 还有一些天地求聋的影子 但是高下 却是差得远了 更是做不到举手困底于方寸之地的恐怖境界 但仍然足以 惊世骇俗了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义士捷径》第342回